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我们今天在现场还设置了第二现场有我们三位职场观察团成员来和他们见个面 欢迎吴胜 曾花和雅云老师 另外还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人力专家库尔特老师 欢迎库老师 好 让我们请出求职者 这是俩人啊 是双波特吗 谢佩玄 二十二岁 韶关学院英语专业毕业 李月顺 二十二岁 韶关学院会计学专业 大家好 我叫谢佩玄 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 然后我来自广东朝上 所以我的普通话可能有点普通 然后我就读于韶关学院的英语专业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呢 是想寻找与英语相关的岗位 大家好 我叫李月顺 我跟谢佩玄是同一个大学 我也是来自广东朝上 你是应届身 我是就读于会计时装业 想找关于会计相关岗位的 好 欢迎二位 欢迎两位 大卫老师我们又排版了吗 这怎么看两个求职者一起上来呢 中国式求职啊 这个关系是什么呢 好姐妹啊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这是闺蜜啊 当然了 库老师 你要与时俱进 但是一般闺蜜陪着求职 方网中会出现那个 这就跟闺蜜俩儿去相亲一样的 最后另外一个成功了 闺蜜俩儿一起求职可以 一起相亲 千万别 你们猜是谁想上节目 带谁来的 那个心理学 肯定是那个在前面带着呢 你们两个人当中 谁想出的主意一起来求职啊 是我 我就是看到了这个节目嘛 然后想着我都没有来过天津 然后也没有参加过节目 然后最近也要找工作吗 对 然后就问他要不要也一起来 你们猜对了 你好可爱啊 就是我一没有来过天津 二没有参加过节目 所以我就想着顺便来找个工作 感觉你是来我们天津旅游的时候 然后双带脚 帮我们这儿逛一逛 你看大卫老师 这就是我们00后的求职的态度 就是把这个事情我们既验珍 又把它做成乐趣 是不是 老师我们是99年的 我们是99年不是00后的 你99的 哎呦 我还以为你们俩00后啊 好